大家好,我是佐勒 我现在在台东的成功镇的乌斯比鱼港 后面是鱼港 我今天的Vlog是这样子的 早上起来 起来的话就把昨天的Vlog做了 四点半起来 才做到七点多八点多才做完 然后就去和文海和老杜去吃早餐 吃完早餐回来就准备一些东西 拿上东西开上我自己的那台绿色的车车 去拍空拍 我们本来选了四个景 可是本来以为是会人物名骂的那种 阴天可以拍出那种山水的 成轮叠仗的那种意境 但是太阳出来了 太阳出来的话就方便我把这个帐篷车 车顶帐篷晒一晒 但是不方便我们用空拍机去拍我们想要的画面 所以我们就直接开去凤林想去凤林的那条大溪很宽的大溪 所以底下去拍摄一些有意境的画面 因为文海是导演嘛 他就喜欢一些收集一些素材是比较有意境的 所以我们就在河床上拍摄 他们在拍摄我就在旁边看着 然后我要拿空拍器帮他拍了一个贴近地面 4090度角垂直对着下面 然后越过一个在河里走路的阿北 也就是老杜先生杜文仁先生 杜文仁是一个哲学家 是台大政治系的哲学硕士 然后他今天就是文海的模特 给文海拍很多镜头 然后我就在旁边玩泥巴 把脚踏进去摇一摇 人就掉下去了 还好那个泥巴没有很深 我脚可以踩到底下的比较硬的地 这个就是那个土壤液化的人里面 震荡一下 这个土壤就变成液体一样的就陷进去了 其实在河床上玩的话还蛮有风险的 要是没有穿鞋子的话会被割到 最好是穿那种缩西鞋 那个底硬硬的 在上面走 河床上走起来就比较快 然后也要防范 防范一些陷阱 比如说这种泥巴 要陷进去 要是很深的话就跑不掉了 还要防范那种午后阵雨啊 吸水暴涨啊 所以你去河床里面玩的话 不能走到河中间去 你要计划好自己的撤退时间 万一你光着脚丫走得不快 朝吸水暴涨又突然冲过来 然后你又没有意识到 只是觉得吸水怎么变黄了 怎么这么好玩 然后传人意识不到吸水暴涨 水变浊就吸水暴涨的前兆 所以大家玩水不要像我们这样子玩 不是你最好是有经验才玩 看我这个我这个影片你就知道有哪些注意事项了 然后还有很多地方很滑 像这个地方我就滑了两次 不过都没有摔倒了 我有一次就声称是跳下来了 要是在这种硬邦邦的地方摔一跤的话 也是很惨 所以有苔藓的地方会滑 有泥浆的地方会滑 有水的地方都会滑 然后我们在河床上玩了一会之后 对了我在河床上捡了一块骨头 不知道是什么什么动物的雷骨 也不是化石了 只是一块普通的骨头 里面骨头里面都有一些泥沙的样子 然后我们就继续开车 我这台绿车车 这个绿车车是我买的二手车 是我本来拿了来准备给新竹货任送货 用车的车就可以风雨无阻了 之前我给新竹货任送货的话 给市区的乡亲送货的话 我用的是摩托车 下雨的话就很辛苦啊 还好台湾下雨也是不会很冷 不会刺骨了 就是能送是能送 但是下雨还是不爽 还是搞得旧的二手汽车比较方便 然后我们就去顺便去旁边的吉利潭 我们看了一下吉利潭就有一个那种 像苏州的那种小润河里面的小桥一样 然后后面做了个凉亭还蛮有 中国的风格的 所以我就拍那个桥洞下面 桥洞里面看得到另外一边有一个亭子 小熊不要吵 我在录影片 然后 我 我就拍这个影片的时候 拍这个素材的时候 结果有一只鹅游过来 恰好就让我得到这样一个 还算不错的画面 所以这个吉利潭以前好像是 林物只泡木头的地方 木头用水泡着就可以把虫子泡掉 也不那么容易腐烂 后来没有再使用 就现在又把它重新 修复一下做成了这样一个景点 所以这里面就围着湖会散步还蛮舒服的 我经常带我女儿来这里散步 然后我们就回去吃午餐 吃午餐的话是文海请客 这个午餐还不错 有什么东西 有面包裹的蔬菜汤 很难吃得到这个面包裹的 我是认得面包裹的 然后我点的是猪肉 有人用 不是猪肉沙拉 是猪肉什么 黑猪肉胡椒 然后吃得很撑 最后的饮料我都吃不完 我就打包带走了 然后回到家 然后我们休息了两个小时 然后就去买了一些蔬菜 然后就去 又去露营 我们跑到了台东的乌湿比 离我家的垂直距离只有30公里 但是开车可能有40到50公里 我看我们来到海边 然后看到这边乌湿比渔港 风景特别好 这边还有个小山山 一个小凉亭 然后狗狗就喜欢在这里走来走去 对了 这次我出来带上了狗狗 我的狗狗很久没有跟我来海边玩了 我以前没有小孩的时候 就经常用车载着他出来玩 现在没带小孩出来 但是我带了狗狗出来 小孩在跟妈妈在家里玩 然后我们就又去乌湿比的沙滩上去玩水 狗狗也超开心的跟着我跑来跑去 跑来跑去 我还在沙滩上抓到一只奇怪的动物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招潮蟹啊 反正就是我抓到他的时候 是落入别人的一个陷阱里面 这边在沙坑插了一根棍子 我接着棍子一看棍子上插着一些鱼肉 鱼肉上钓着这只小动物 我就把它抓过来看看 又把棍子插回去 然后 这个动物 好像不是蟹 它没有钳子 然后有两个 两个大大的长长东西 倒退着走路走超快的 然后一旦有潮水过来 它就马上钻到沙子里面 躲两下就钻进去了 用的就是我刚刚才提到的 那个什么土壤液化的那种原理 就是沙滩上没水的话 踩下就不会掉去 有水的话就很容易躲两下 然后就陷下去了 所以这个动物 我不知道是什么动物 然后我们就在沙滩上玩狗啊 拍照啊玩水啊 天黑了 我们就扎营 扎在务实斌鱼杆旁边这个 椒盐 椒石 这边有块平地 我们就可以在这边扎营 然后又做晚餐煮蔬菜汤 因为文海和老杜杜文仁先生 都是素食者 我们就煮了蔬菜汤 然后吃了半颗西瓜 然后这边关掉灯的话 哇满天繁星耶 我手机拍不出繁星的界面 我就找我的那个Starworks 这个APP上面 还人给你们看吧 反正就是一抬头 正头顶就是飞斗七星 所以在这边听着水声 然后今天的风也特别温和 反正我们以为又是一个雨天 想不到变成了一个晴天 视野特别好 所以这就是 哎对了刚才我还要去抓蟹 就是去抓蟹了 抓到一只蟹 这是我打的手电筒 就在这个椒盐上面有下小水坑 小水坑里面就有小动物 我就抓到了一只小螃蟹 不过我又把它放回去了 然后我就回过我的车里面 又做今天的Vlog 我做Vlog的场景 就是这样子 坐在后座接上电源 对了 我在车里面用电视 用了一颗磷酸铁锂电池 是这台车的主人 本来就有的 还有一个电源逆变器 可以把12V的电 变成220V的电 如果我的笔记本电了 电不够的话 我就可以插上充电器供电 所以我在户外也能剪影片 也能上传影片 好了 今天的影片又超过10分钟了 这次的Vlog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留言点赞转发 对我都是非常大的帮助哦 当然你提问的话 我也会解答哦 感谢 拜拜 拜拜